大家好,石湖兰也是属于南科植物 南科植物它虚肥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虽然比较细肥 但是每次的虚肥量非常的少 如果施肥一旦把握不好浓度和次数 就很容易产生肥害 那么像我这盆石湖兰呢 我用肥主要用的是这个磨肥 也就是一种高磷的缓施肥 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 那么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今天给大家交一个作业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石湖兰的展示怎么样 大家看这里面的磨肥呢 都是我之前添加的 一直埋在这个盆土里面 那么现在一段时间过去了 我们发现这个石湖兰呢 一直不断的在长新芽出来 而且前段时间长出来 新芽现在已经长出了一株壮苗 而且这些静感呢 现在呢非常的粗壮 大家看比之前的这些老苗啊 还要壮实还要粗 其实说明这个磨肥 它的营养呢 已经足够这个石湖兰的生长 既不会造成伤根 又能够让它长得非常旺盛 非常健壮 磨肥的话 大家要注意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参进盆土里面 要靠近根系 它才能够释放养分 因为它是在根系啊 需要肥料的时候 释放有机酸 才能够溶解这个磨肥 所以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一般盆土里面 埋一次磨肥 就能够抵一年的这个肥酵期 所以我们使用一次 这一年呢 基本上都不需要给它追肥 它也能够养得非常旺了 如果大家不懂给石湖兰用肥 又担心产生肥害 又怕石湖兰长不旺 大家就可以在盆土里面埋上磨肥 这种使用方法更加的安全有效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